七月學生開始休落 微調學生可以接受不一樣的三葉 中秋科技大學是跟補新國中學班兩天的季質體驗營 第二天是來到新中蘇維油耍電視公司 正常當媒體建設的課程 讓每一個學生的思路過得精彩更詳細 來自補新國中的學生 是和補在學校老師跟中秋科技大學的季質斷崖之下 來到本公司新中蘇維油耍電視 進行季質體驗營第二天的課程 好久 五三五一了 斷了 為了讓學生在技術教育冷藥當中 可以有更快的時刻 在蘇維期間幾月後為期兩天的季質體驗營 希望在活動中帶給學生在將來一群幾月有更親密的時刻 我們每一年大概是在一年級下學期 都會安排季質教育宣導的活動 我們有大概三四年進行季質教育的 這樣的體驗的課程活動 那今年到第四年 孩子們已經可以在一天半的活動裡面 他們都可以完整的呈現一整段的影片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覺得非常棒 那今天也很榮幸有這樣的機會 他們會到我們電視台這邊來參訪 那剛剛的一個參訪的過程當中 更開心的是聽到孩子已經開始在提出問題 說我們要進入這樣的行業 一個月的收入可以多少 可以要怎麼樣的專業 怎麼樣的能力才可以進到這樣的行業來 那我想當孩子已經有這樣的提問 就是我們辦這樣的活動 最主要的在協助孩子做 技職教育做將來他的職群規劃 有更深入的一個思考的活動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新社交由補教育的中秋科技大學 視傳系的書生 和補充的學生提供的媒體製造 我們是承接教育部的那個 技職體驗營的計畫 然後讓國中 普新國中的學生能夠 體驗一下這個多媒體製作的課程 那我們選擇新章有限電視公司 然後也感謝他們能夠讓我們來參觀 這整個流程 讓學生也能夠了解說 這整個影音的製作 這個課程也讓學生在未來 學習技職方面的課程 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中秋科技大學學生表示 在了這項日補充的體驗營 八位中秋的書生 也會跟馬來西亞 斷養那裡的高中生 進行壓制製作的營養隊 這一次我們在普新國中 教他們為定 主要是希望這些小朋友 在未來可以藉由為定 現在因為新媒體非常發達 讓他們學習到 許多關於影音的運用 這樣 然後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們中秋科大 八月二號到八月十一 要去馬來西亞 進行國際製作的活動 也是教他們高中生 一些微電影的製作 希望這些小朋友 可以學到 許多影音的製作過程 蘇家幾天有較多影音的時間 不讓好好的幾位自己的行程 過一個豐富和精彩的蘇家 新中華新聞林皓晨等 回答彩虹Pod